南投草屯鎮的一間寺廟 在今天早上 舉辦了免費拔蘿蔔的活動 上千為民眾熱情參與 短短不到五分鐘 就把2400多瓶的蘿蔔田 一掃而空了 不過有民眾在活動開始之前 還忍不住先偷跑搶拔 讓場面一度失控 煙炮聲響起 大小朋友們通通挽起袖子 挽起來腰桿 衝進蘿蔔田裡 一手拔蘿蔔 一手拿袋子裝蘿蔔 甚至連水桶都出動 全都有備而來 怕什麼 挖幾塊回家 挖幾塊挖幾塊 挖幾塊挖幾塊 挖幾塊就沒有 你的策略是先拔起來再採 再修剪 對啊 奮力衝進田裡 不為別的 全都是為了免費蘿蔔 南投草屯鎮的一家寺廟 連續14年舉辦免費拔蘿蔔活動 7號一大早上千為民眾 守在蘿蔔田旁 敘事待發 只不過白胖胖的蘿蔔 實在太誘人 有民眾忍不住在比賽開始前 就先偷跑開拔 嗨 親自的蘿蔔 你別開玩笑啦 那完全是親自蘿蔔 現在比賽比賽 把蘿蔔比賽 把給眾玩意 還不得多 不到五分鐘 2400多瓶的蘿蔔田 裡頭的蘿蔔全被一掃而空 民眾帶回家的 不只有一袋袋蘿蔔 還有滿滿回憶 記者 宗路成 南投報導